这是过去几年里,老李和老伴每天的例行对话,看到这儿,您可能会觉得老李矫情,不就打个针吗? 至于怕成这样,您还真别说,如果因为不舒服,偶尔打上一两针,是没什么。 但是,像老李这样的老糖尤,每天都需要注射一到处,想想都让人紧张。 好在,像糖尿病患者各种纠结的难题最近解决了,无针注射来了,无针注射被世界卫生组织成为温柔注射,引起没有注射针头,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痛苦,还能有效地避免交叉感染,故而被业内认为,开启了注射领域的新篇章,具有历程被射的意义,每天注射胰岛素让糖尿害怕,别说,老李真的很瘦, 都是之前把胰岛素留下来的,老李现在最怕看到的就是针头。 目前,在我国约有3900万糖尿病患者,像老李一样,需要依靠注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水平,但实际上,真正能够实现有效控糖的患者比例不足赞优,2%。 这或许给予患者的年龄,性别,风化程度,经济条件,用药与从性等有关,也与紧要方式存在一定关系。 糖尿病呼唤,无针注射,当糖尿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,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,也日益增多。 患者们期盼能有一种新的紧要方法,减轻注射时的恐惧,疼痛等,医学技术的发展,总是与疾病的整日密切相关,可以说,是疾病错综复杂的特性,推动了医疗技术更新换代,而新技术的研发成功,又改变疾病的治疗路径。 可以说,对于广大糖尤,特别对于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来说,无针注射无疑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选择,洗净双手,安装药管,注射加样,洗药调整剂量,排除空气,注射,按压消毒,一系列简单,而又连贯的动作,而在整个过程中,患者没有丝毫的位置和疼痛感。 遗憾的是,在中国仍有很大一部分糖尿病患者,还没有享受到无针注射带来的温柔感。 无针注射胰岛素的普及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包括义务人员在内的大众,还需要普及无针注射胰岛素的知识科技术。 不仅仅是有无针头的区别,所谓无针注射,故名思义就是利用动力源产生的顺时高压,使注射内药物液体活动肝板。 通过喷水形成高速,高压的喷射流,流速一般大于100mF,从而使药物传透皮肤外层到皮下,皮内等组织层,释放药效的医疗器械装置。 无针注射到皮下的深度一般不超过4毫米到6毫米,不影响药物的药带动力学和降糖作用。 由于弥散紧要的方式,药液弥散进入体内,吸收快并且均匀,有利于胰岛素有效吸收入血。 血终胰岛素达崩时间提前,减少血糖波动,残后血糖控制更佳。 对于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来说,无针注射无疑是为他们提供了更人性化的选择。 若利先做过一项临床试验,将次实力患者分为两组,并且经过洗脱期后交叉比较。 得出的结论为,无针注射胰岛素是,临床试验用药极塑效和短效胰岛素的打风时间,残后血糖控制。 均由于传统有针注射胰岛素,有时患者的心思是专家无法传测到的。 据郭利先和肖心环联合开展的一项与研究显示,糖尿病患者接纳无针注射的临床,接受度调查明显高于有针注射。 其中,46.6%的糖尿病患者对不同类型的胰岛素比或普通注射器存在恐惧感。 70%的糖尿病患者对有针注射存在疼痛感。 78.3%的糖尿病患者希望存在胰岛素比或普通注射器皮下注射胰岛素,造成或举如皮肤划伤、瘀青、断针或异液等问题。 67.5%的糖尿病受试者因上述原因不愿接受有针注射胰岛素。 令郭利先被感恩惠的是,在应用无针注射器注射过程中,95%的受试者对无针注射无恐惧感的患者率从心更高。 郭利先透露,无针注射最大的优点是,不仅可以省去更换针头等流程,避免交叉感染,同时减少了医疗垃圾处理的麻烦和费用等。 但是,郭利先也表示,无针注射还需要政府、医疗机构、行业协会等方面的共同推动,才能让更多患者受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